我是新冠点 我是新冠点 五四新观点的节目现场 同时据说 在上节目之前 已经请示过莲花太子了 莲花太子等会也会现身 我们五四新观点 另外在今天节目中 还要告诉你的是 又抓到山老鼠集团了 而且这一次呢 真的让好多民众很心痛 因为山老鼠集团 他们所盗罚的是 非常珍贵的牛樟墓 到底牛樟墓的价值有多高 在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 牛樟墓达人 以及牛樟墓也会现身 在五四新观点 好 我们高兴的介绍 在今天来到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七二达人Renny 阿官 各位观众大家好 前行事警官高仁和 阿官好 大家好 资认媒体人许生梅 大家好 我们特别邀请到 莲花太子积身也是 全台最美女鸡头张明仪 大家好 真的很像通灵少女 你21岁了 是 看起来好像16岁 看起来好像未曾年 好年轻 三重携圣公公主刘孝毅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刚刚带你来看 为什么21岁的美女 会去做鸡头呢 据说她周间 礼拜一到礼拜五 是美甲师 到周末呢 就变成师姐 一把脱去上衣 只剩小可爱 这个鸡身要起鸡了 所有人屏息一戴 等莲花太子附身在她的身上 信中帮忙接一下神尊 真的没看错 刮上奶嘴还嘟嘴 莲花太子的积身 就是这位绰号小花 21岁的张明仪 却凭重选成为积身 只见女积身 一手拿令旗 另一手拿刺球直接砸 在背上留下伤口还流血 神尊是莲花太子 当然有小朋友的年龄和个性 附身之后同言同语 或者微信中解决疑难杂症时 工作人员在女积身面前 放上两排养乐多 这一幕完全颠覆男积身 也中高龄的刻板印象 莲花太子偏偏选中 花样年华的她张明仪 大多数人成为积身 是从天命 不过女积身张明仪 变成莲花太子的代言人 却是从自己卡到印开始 当初也是借由信中 而介绍到本宫来做 所谓的卡印这方面的 驱除的一些作业 在宫廟里 女积身张明仪 是莲花太子来到凡间 与信中对话的积身 不过仔细看了张明仪 脸上淡妆 手擦指甲油 平常从事美甲美睫的工作 统领的莲花太子神尊 降继在面容较好的女积身上 毫无威和感的组合 宁可信其有 同时也为女积身 改变生活日常 三日信物台北台中综合报道 莲花太子真的会来到 五四新观点吗 幽恰太子 我们休息一会儿之后 不要移开你的视线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在这回中话题 我们特别邀请到 莲花太子姬身 来到节目现场 也是全台最美的 21岁美女姬童 那么在刚刚广告当中 莲花太子已经上了 美女姬童的身了 应该算是已经上身了 是 所以我们是不是 可以直接跟太子对话 可以 太子你好 你知道我是谁吗 太子你没有看电视 我是阿关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你今天上节目 我看到你有 这个是 乾坤圈 可不可以让我们 观众朋友看一段 乾坤圈的操练 公主 这就是说他们平时 在做所谓的一个太子 对他们基石的一个操练 也是等于说增强他们的一个 基耐力 为他们能够所运用 就是让机身能够让太子所运用 是 平常就要做这样的操练 所以他手上拿的是乾坤圈 是的 是他们的法器之一 莲花太子也是小孩子吗 莲花太子本身也是小孩子 他就是所谓的我们中坛元帅的后生 对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动作 是 体态 神态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是 太子可以跟你聊聊吗 我想五四星观点收视率会不会越来越好 他查一下 他查一下 是 掐指一算 这阵子会很好 这阵子会很好 可是之后会掉下来一点 之后会掉下来之后是多久 差不多三月过后快四月 三月过后快四月要稍微注意一下 是被什么节目打败 我不知道 跟红衣哥有关吗 他是谁不知道 太子不知道 跟外星人有关吗 你应该说问他是男来女的 要看照片才知道 没关系 我们自立自强 要看人的脸 你可以问他男来女的 那更好分 请问太子 我可以问摄影棚里的事情吗 你有看到这摄影棚 神明或者是不该来的人吗 很多啊 很多什么 很多你不会想听到的 那你就不要说好了 我胆子蛮小的 对了也对你们不好 所以也不可以说 这也不可以说 对你们不好 当我没问 那这是他的什么 这些就是他平常用的一个法器 法器 对对对对 其实今天只带了几样来 他还有好几样 对 所以他的板台节是准备用的吗 一般来讲就是说 我们在操兵 操兵的时候在用的 操兵的意思是 因为他本身 像刚刚前昆圈那样 在操练这些机身 这是所谓的接我们 本宫的一个先锋的任务 那先锋的话 他要带兵嘛 要出战啊 迎战的时候 就是要由他来领先锋 对 所以他自然而然 他要掌控 所谓我们在民间里面 叫所谓的五营将兵 对 所以他掌管五营 好我们要有请 莲花太子退嫁同时 在退嫁的过程当中 我们先让观众朋友看一段 莲花太子上身的时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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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刚刚上早 观众朋友 你所看到的是 莲花太子上身的过程 现在已经回到 回到本身 他现在已经是 名医了 是 名医 名医 你为什么会 做鸡童 据说 刚开始你很抗拒 对 因为在18岁 打工那一年 那时候是暑假 对 那时候突然有一天 打工心脏很痛 受不了 对 那时候就请假回去 那时候刚好是暑假 所以就是有好一阵子 没有打工 那就渐渐的发现说 自己身体好像会呈现一个 很紧绷的状态 对 那变得好像不是我 不是你 对 不是我 那慢慢的会发现 我的头会想要扭转 想要扭转 想要扭转 瞳孔会想要放大 对 就是会做出一些 比较怪异的动作 对 然后就发现 好像有个 好像被卡到了 就是我们常常话讲的 卡到一 卡到一 好像被一个零侵占身体了 对 那时候刚开始觉得没什么 所以后面越来越严重 到他会想要伤害我 对 他来的时候 可能就趁人不注意的时候 我就会想要 冲去马路给车撞啊 或者是 就是 给人家骑摩托车载子的时候 会想要往后 往后仰 或者是如果我 骂我自己的话 他会想要做出 伤害我的行为 打我啊之类的 那那个时候你意识清楚吗 比如说 我意识清楚 但是我没有办法 控制我自己 所以我那时候 一定要有人顾着 那时候后面 一段时间之后 我去其他公庙收金 大概跑了两三家公庙 收金啊都没有用 对 反而我体内那个零 他会笑这间公庙 他会就是 坐姿大辣辣的 然后会 就是斜斜的这样笑 这样子 这样子笑 他传达给我的意思 好像就是说 你不管怎么处理我都没有用 反正他就是 不离开 就是不离开 那时候我是 就是妈妈带我到 现在这间公庙 处理 才处理好的 对 那那时候 我们 现在公在三重 那时候在新庄 对 所以你是到那公庙 才处理好 那之后才有了这个医院 去成为生命的寄生 是 公主可不可以讲一下 你那时候到公里头 时候的状况 那时候的情况 其实我们那时候 我们公是在新庄 然后呢 他那时候家里人 带他来的时候 就是 呈现所谓的 有点那种 瘫软 跟翻白眼那种状态 那是被人家搀扶着进来 那当那时候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觉得说 这一个好端端的女孩子 怎么会呈现这种状态走进来 那当然就是 就是请他稍微坐着休息一下 但在坐的当中 同时 他身上的那个 一个男的鳞 就跑出来讲话了 就说我要香烟 那我就说 女孩子家怎么会想要抽烟 结果不是 那个姿势是 那个姿势就是很简单 他说我要香烟 然后就做这个姿势 你一看就知道是男的 对 一看就知道男的 而且坐姿就不像女孩子 就很大蜡 他可以看在那边 变了一个人 那当然我就说 一看情形不对了 我也就说 你是哪里来的 他说没有啊 我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 但是我喜欢他而已啊 我就是要占据他的身体 然后我说 你为什么要占据他的身体 他说 我只是要他的命而已 要他的命啊 是的 所以当然 我就在质问过程当中 我说你凭什么要人家的命 你为何要人家的命 那在几番的谈 谈条件的状态之下之后 等于说他的身体 在跟这个灵体 是三进三出的状态 谈条件 是 怎么跟他谈条件呢 就是说 到底他能够跟他达成什么样的协议 那当然我在跟他谈的当中 就是说 可能我给你一些经营 对 然后帮你引渡到所谓的地藏王菩萨那边去 他愿不愿接受 那另外也是因为我们关公的神威 就是说在压他 就说你如果不走 那我就是第二条路去处理你 那他也在因为在这种所谓的惧怕之下 就觉得说好他愿意接受拿钱走人 拿钱走人 是是是 所以那是 明依那时候到宫里跟你们结缘的经过 是是是 那这样子就天下太平了吗 没有 据说后来他还是又 他的 可能他的体质是比较敏感的 是是是是 因为他之前在别间公庙开启了他这个敏感体质 所以就很容易被卡阴 那当我处理这个男龄走了之后 立刻不到十分钟又上了一个女孩子 所以他身体这么容易让人家去天出出 是是是 所以就我们讲类似有点身体成功性 一种类似临界公车一样 可以自由的由这些引力去出 可以上车也可以下车 是是是是 结果他上了一个女孩子 也是借由这种谈吐 他说他喜欢他跟他带来一个朋友 他说他喜欢那个朋友 然后也且不走 那我说不可以 基本上婴的跟羊的是不能够在一起的 那也是在几番的谈吐 你说那个女孩子喜欢 喜欢他的朋友 喜欢名医的朋友 是是是 所以不愿意走 是是是 然后到最后也是一直在跟他劝说 而且还在那边哭啊什么之类的 到最后也是谈好之后就说 还是帮他引渡 帮他超度 是是是 然后引渡之后就走了 那在前后过程 更好笑的一件事情是 刚这一件 我们讲女的灵处理完了之后 结果他走出去外面 想说可以喘口气了 休息一下 更好笑 没多久 不到五分钟 又被 又被上升了 又上升了 那这个时候上升了 那就好玩了 我问他说 你是哪里来的 结果他竟然回我一句 没有我是在外面看热闹的 看热闹也能上升起来 所以真的就像你说的 像灵界的公车一样 是是是 而且是随时随招就随停了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后面这一个来看热闹的 当我们那时候刚好 我们的观神低筋要下来办事了 马上脚一跺一震怒而已 那个灵就马上跑掉了 所以明依的身体是让灵三进三出 是的 那后来为什么又会成为肌痛呢 这个成为肌痛过程要问他本身 明依你为什么后来问 因为后来他就 因缘结果 因为那时候处理完 然后身体很虚弱 那公主就有说 就建议妈妈说 因为我那时候灵体比较虚弱 那要不要每个礼拜六 然后都就是把我带来这边 静坐 念经 就让灵修复 对 那时候 因为每个礼拜六晚上 都是帝君办事的时间 是 那就做没几次之后 帝君下来办事 他就有提到说 就是要不要让我成为公理的学生 对 学生就是为成为肌痛做准备 对 对 那时候听到的当下就是 转过身抱着妈妈说我不要 那时候就直接溃体泪崩 大概没有女孩子想要做肌痛 对 因为我们想象中的画面做肌痛 拿着 对 那时候就整身血 那时候就很害怕 那时候不只怕说怕会流血 也怕说要舍弃掉很多 对 就是你的人生自此会完全不同啊 对对对 可能就是如果一踏进这条路之后 可能就没有办法回头了 那你后来为什么还是答应做通灵少女呢 那时候因为就是有想了一段时间 那也有听其他的师兄姐他们的经历 那我才慢慢慢慢放下我的就是 偏见 对 然后才慢慢接受 对 所以后来你就决定替神服务 对 前面都是在学习 前面都是在学习 学习 现在已经可以帮人家办事了 对 那还是也是还有在学习的就是当中 对 那你要读过那个卢小小的信徒 卢小小的信徒 有一次可能太子有几次办事 那有些信众呢他会想要 就是不断的想要知道他想要知道的答案 那他就会可能反复的不停的一直询问太子 就是他想要的答案 那可能这有关到天机或者是太子不想 有些是太子不愿意讲的 对不愿意讲 那他们就会反复的不停的问 那那时候太子就会表现出一个不耐烦的样子 就是可能就趴在桌子上啊或者是偷转 趴在桌子上 嗯 你可以 就是他可能 给我看看大家太子不耐烦是什么样子吗 信众站在这里 那他就一样是作证的 然后听着信众讲 如果信众就是问的有点频繁 他就会这样子趴着 或者是他会转过来就是不听 太子有几次办事 那有些信众呢他会想要就是不断的想要知道他想要知道的答案 那他就会可能反复的不停的一直询问太子 就是他想要的答案 那可能这有关到天机或者是太子不想 不愿意讲的 对不愿意讲 那他们就会反复的不停的问 那那时候太子就会表现出一个不耐烦的样子 就是可能就趴在桌子上啊或者是偷转 趴在桌子上 嗯 你可以 就是他可能 给我看看大家太子不耐烦是什么样子吗 信众 信众站在这里 那他就一样是作证的 然后听着信众讲 如果信众就是问的有点频繁 他就会这样子趴着 或者是他会转过来就是不听 就是 因为他觉得很不耐烦 对对他就不听了 那那时候旁边服务的师兄姐 那他们就会知道 对他们就会帮忙劝跟信众劝说 那就问到这里就好了 对 太子像小孩子一样 是 也会闹脾气 他也会闹脾气 对 那太子最喜欢吃的是这些吗 太子 现在下家办事前 他都一定要喝多多 一定要喝多多 对 喝多多吃棒棒糖 办事之前一定要喝多多吃棒棒糖 对一下来准备要办事前 然后他一定会喝多多 然后吃棒棒糖 真的 很有趣 是 那这是什么 刺求 刺求 也是太子的法器 对 公主也有在帮忙办事吗 有 你有没有碰过那种很记手的 其实在我们的过程当中 碰到很记手就是说 一般来讲 以卡因为主的会比较多 有 那也曾经去碰过就是说 帮人家调长辈的仙人的灵 上来的事情都有 对 调仙人长辈啊 是 是是 因为可能他在 那个情况是怎样 就是说 我们之前有一个姓仲 那他是属于 在他们家是排行老三 女孩子排行老三 那他那天来找我们的时候 就是说 因为好像仙人他们那边 家里啊 一直大小事情不断 就一直不顺 包含他的兄弟姐妹 对 都不顺 然后有的身体也都不是很好 然后在问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想说 可能是不是你仙人是有问题的 那后续他就说 能不能请他们上来 然后了解一下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在几经的一个沟通当中 后面我们请了他的爸爸妈妈 哥哥一起上来了 那 那 当然不可能就说 三个人占据一个人身 就是我们民间说的 看蒙魂 不是 不一样 差不多 差不多 在我们来讲的话叫调灵 调灵 对 调是 调就是 调整的调 调度的调 调度的调 对 调灵的意思 对 那当然三个灵 不可能同时上在一个人身上 是 那怎么办 所以结果后面在几经跟他们沟通当中 爸爸跳出来讲话 然后另外 一家自主讲话 对 一家自主讲话 妈妈跟哥哥就到旁边 stand by 就不要讲话了 就把爸爸出来代表 然后也交代了一些事情 那到最后呢 那个他们的大姐跟他本身 三姐这个部分 就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答案 也解决了家里的一些问题 也解决了家里的一些问题 是 那警戒的生活不可不知 要对你来关心的是 意外 在我们生活中真的是无处不在 在高雄有一对父母 她非常焦急 为什么呢 因为风一吹啊 今天不小心 就把车门给关上 而且秒反锁 她一岁多的女儿就在车里 这里打开 妹妹 圣花机 妹妹 对 安安安 圣锡 你给妈妈开 妈妈隔着车窗玻璃 心急如焚 被反锁车内的一岁多女儿 淘淘大哭 没有老师 我母亲一家 带她买这瓶索 不管你了 就是要 车只要离开 在石泉浴室 摆摊的夫妻倆 把一岁多的女儿抱进车后座 才转身要拿东西 一阵风就把车门关上 自动上锁 对啊 车爬上来 不用说我没了 在夫妻倆的心急之下 为了不再 让下哭的小朋友 受到更多惊吓 决定找锁匠来帮忙 女娃的哭喊声 持续不间断 好 帮我 好 帮我 好了 不哭了 门开了 妈妈急着从后座 把孩子抱着 一岁多的女孩 已经嚎啕大哭 令人心疼 尽管做父母的不是故意 但初心也出法了 儿童 独处 違反者的话 将处三千元以上 一万五千元以上的罚款 最多一万五千元的罚款 但罚钱是少 孩子反锁车内 造成的缺氧危机 恐怕不需金钱能够挽回 车子关门 中控自动上锁 尽管方便 但太初心 也让爸妈和小孩 经历一场惊魂季 三立举许事实上 来不向高雄报道 好 中控所 是不是也经常会暗藏危机 对 像这个例子 其实中控所的触发 要嘛是人为 比如说我们驾驶座 这里面的内门把 上面有个门栓 我们把它按起来 这就是当时小baby 被反锁在车里 对 我看到这里面 那时候父母好紧张 其实应该是说车没有移动 小baby坐在里面 不可能去开车 对不对 但是我刚才讲 对 中控所的触发 它有两个要件 第一个是你驾驶人 去开它 关它 里面的那个门栓 把他打开 那显然这个情况不是 对 那很可能就是故障 那还有一个 中控所的触发就是 要有车速讯号 比如说你忘记 关中控门锁了 对不对 然后你车子开一开 大概时速20 有的车是设定30 他自己就 啪 就会上锁 这是安全 怕小孩子玩 玩一玩 去拉到内门 把人调出去或怎么样 这是一个安全的设计 可是他并没有开 就放在那边 他自己怎么就锁起来 那很有可能是故障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因素 首先我们先来 简单了解一下 就是说 整个中控所的构成 大概是哪些东西 第一个 我们先讲 这个所谓的六角锁 六角锁 它是一个中控所的 最末端的一个执行单位 六角锁是什么 这个我们看这个图片 就是在门 门那里面 这是门里面 对 然后呢 这个就是六角锁吗 对 它会扣到一个像 这个就是六角锁 但它这是在门里面 对 它扣上去以后 它就会把这个门 扣住你就打不开了 好 所以现在是把它拆解下来 好 那门板 对 那门板拆开来以后 这个 这个是还没有拆下来 是长这样 对 但是拆解我们来让 好 拆解以后 拆解之后 在汽车内部 到底中控所长什么样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近看 那这个要讲下 它长什么样 这是什么 来 我们近看 有一张近看符 这个比较近的 近看的 你看到这边 这边就是有几根 这个去拉它的铁杆 有没有 就是 铁杆在哪里 铁杆 这铁杆 有点像铁丝像铁杆 这个是不是 这个是铁杆 我们车内有一个车 车内的内门把 我们称为内门把 我们要出去的时候 要拉内门把 对 那我们从外面进来 有所谓的外门把 是 那拉那个门把 去如何启动这个六角锁 就是靠这个铁杆 就靠这个杆 对 就靠这个铁杆 那这个就是铁杆 那照理说它会有两个铁杆 一个是内部的 一个是外部的 是的 一个里面 一个外面 好 那我现在看一下 这个实际的东西 我带来了 你带了六角锁 对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刚刚那个铁 去拉的就是这个东西 好 那现在这个门 现在这个车门 这样关起来了 对不对 它一定要锁住那个 我们的那个门栓嘛 要锁住的 我做个示范 锁住的动作给你看 好 锁住了 有没有 门打不开了 我被扣住了 你看到没有 然后我要把它打开呢 就拉一下 开了 我懂了 这个是机械的部分 来 我们再让观众朋友看一次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我们刚刚说的 要去拉 内把手 外把手 对 去拉它 它会控制到这个锁 好 那我们关门的时候 就这样卡 卡住了 有没有 我动不了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在这边 要解除的时候 就开了 好 它就解除了 好 那这个部分是一个机械 我们刚才示范的是一个 机械手动的部分 其实这里 各位看到没有 这边有个插头 插头在哪里 插头在那里 这里 好 这个实际上里面 被设计成一个马达 它被设计成马达 这马达在哪里 在这里面吗 对 在这里面 我们来看背面 你看看里面还有齿轮 有没有看到齿轮 有 来 观众朋友 这里有齿轮 对 所以这个就是 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小马达 对 好 那这个马达是什么时候用 就是我按遥控器的时候 我按遥控器 中后把它锁起来 然后马达就 就把它锁起来 这就是我们遥控的部分 是 所以你要有坏 你这个东西 这个构成呢 如果它会坏掉 会有哪些单位呢 单元构成 第一个 刚刚示范 我这边用钥匙 搬这个机械的部分 有没有可能它黏久了 没有油 生锈 卡住了 对 这是有一个可能 第二个 这是第一个可能 第二个就是这个马达的部分 马达 好 我们看它是 马达它不作动 咔咔咔咔咔咔 怎麼跳不开 门还是拉不开 是 那可能就是末端的这个马达的部分 那再来一个就是 会不会你连遥控器发射都有问题 自己本身遥控器的电力不够 那这个是发射端 那现在看到的这个是 中控的一个控制模组 可是一般如果电力不够 是它根本不能够上锁 它不会帮你锁起来 不会 可是有一种情形就是 比如说我下车的时候 然后我车内里面 什么灯没有关 还是怎么样在用电 然后呢我不知道 隔天然后去 哇 怎么车子没电了 按它完全不理我 因为它电被消耗掉 它就停留在原来那个状态 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中控的一个模组 大概是这样 其实里面就是一个电子基板 中控模组 对 它来管理很多东西 哪些东西呢 像这把线 它总要知道四个车门 有没有关 有没有开 是 对 那四个车门的讯号要进来 那这一整个元件 需要一个电给它 让它去执行 它本身需要吃电 要电源线 那还有我刚才提到 一个很重要的车速讯号 我要知道你车是不是开了 如果你车在动 车在开 我要把你门锁起来 都是靠这些线去感应的 是的 它的构成大概就是这样 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 有这么多的环节 这几个 遥控器 接收器 这些如果故障 对 如果有故障的话 你就会变成 你没办法关 或者是没办法开 那它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机制 我们刚才讲到车门 有这个内门靶跟外门靶 像这个 这个叫做内门靶 这个内门靶 我们从里面开 对不对 那外门靶的部分 它也会有一个影响中控的部分 就是称为日系车有这个 所谓的防抢设计 防抢设计 防抢设计 假设你现在女孩子 你在等红绿灯 对不对 然后你的门刚刚忘记 中控没有上 突然有一个人要来 拉你的门靶 要把你门打开 它要强行侵入 是 其实现在车有这个所谓的防抢设计 它是没办法从外面打开的 所以它自动就落起来 对 它就自动落起来 所以你要搞清楚 就是说 如果你这部分 这个机制有问题的话 你会变成门也没办法打开 像刚刚我讲的这个妈妈 就是那个自动防抢机制 要是故障 有可能让你门开不了 对 这个妈妈刚刚就想说 其实我车都没有动 我只是回头出去 回来 为什么她就把我锁起来 我认为我们分析起来 应该很有可能是这部分有问题 那再来第二部分 我们再来看 这个遥控器跟锁的部分 是 它也有很大的问题 会存在 比如说 这个钥匙不见了 还有一个 现在一个最重要 叫做keyless 根本就没有锁了 对 像晶片 对 晶片 但是不是说锁不用 只是说 你放在口袋里面 你走靠近车子 大概5到10公尺 它感应到了 它就感应到了 对 然后它就 帮你开锁 那你坐进车子里面 现在比较先进的 就是直接按引擎start 就可以发动引擎 就可以走 那你下车的时候 引擎按熄火关掉 然后你人离开 车门关人 你人离开 退到5公尺 10公尺外 门就自动锁起来 这个是很方便的 现在keyless 对不对 可是keyless 真的暗藏一个很大的危机 你知道吗 什么危机 最近网路流传一个影片 就是说 它这个车主 那影片是从监视器拍到 就看到这个歹徒 他们拿着好像类似 像笔电这样的东西 然后就到一台高级车旁边 BNW的高级车旁边 然后就 怎么按一按 门就开了 门就开了 就可以把车开走了 所以他们可以破解中控锁 我再来解释一下 他们是怎么破解的 其实锁大概分成三个部位 第一个 这个叫锁心的部分 这个尺的部分 当然就去开所谓的门锁 这部分没有问题 第二个 上面有一些遥控的按键 当然按键的功能 不外乎就是这个中控 上锁 开锁 或者是尾门 等等这个功能 可是它内部 从这个侧面看来 内部这边 内部这边里面还有一个晶片 这个晶片就是你 你靠近引擎 靠近方向盘 或者是钥匙插到方向机里面的时候 它跟车子的电脑做一个配对 它做完配对以后 如果配对是对的 它就允许你发动这台车子的引擎 如果不对 那它就不让你发动 那刚刚的问题就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们如果有这个Kittis的车主 请你要特别注意 那一台车很可能 跟他回家的一个习惯 或者是他的房间 离这个车很近 大概是 比如说五公尺到十公尺之内 他并没有走很远 他并没有走很远 或者是说我去Motel 车停在下面 我人在楼上 那这个Kittis的钥匙 跟车子的电脑 就一直处于这个联系的状态 他做stand by 因为你好 你离我那么近 你是不是要来开门 可是我们讲这个 他也 车场也没有那么笨 他是用滚马 那滚马的意思就是说 每次发动车子 这个号码就重新跳一次 就是乱马 再跳一次 再跳一次 每次都不一样 所以歹徒如果回去了之后 回到车场 这个所谓的解体场 赶快就把它解体了 或者是说 因为歹徒也知道 对 因为他一旦熄火了 一旦熄火 他又重新再扫一次 可是你已经不在附近了 他扫不到那个内码 然后或者是他车子就不能发动了 那趁这个还能发动的期间 赶快去做他要做事 比如说把这台车给拆了 把这台车给分解了 还是把他的电脑拔出来 赶快去弄 所以这就是一个危机 所以说这样的例子 我们再衍生回来 比如说你去修车 车子去做美容 或是代驾 或是代客趴车 要使可能 长时间会交给别人的 你要特别提防这一部分 你有可能 鎖匙会被人家复制 要小心 同时 当你跟你的车子距离很近的时候 也要小心 有没有可能 被人家已经窃取了 你车子的内码 好 紧接着 下回到大家 带你来关系的是 警方抓到了山老鼠集团 不过让民众非常痛心的是 山老鼠这次到罚的是 台湾的国宝墓 而且都是上百年 非常珍贵的牛樟墓 为什么要到罚牛樟墓呢 其实真正的暴力 是在牛樟沽 我们要带你来看 他们这一次到罚 超过上千公斤 生计公司仓库 放着成堆成桑的珍贵牛樟墓 警方查扣近百公顿 其中两个货柜中的牛樟墓 原本送往大陆 却被退货 货柜里一包一包的牛樟墓 分成大小包装被退回 因为大陆买方嫌弃牛樟墓 掌均斯 以为是发霉的瑕疵货 大陆地区人民不大了解 我们国家珍贵的牛樟墓 生长在原生墓的牛樟墓上面 其实是珍贵的牛樟墓加牛樟墓 真的是不试货 把珍贵的牛樟墓 当成发霉退货 台湾牛樟墓是保育数种 砍发是违法 一般都是人工培育牛樟墓 跟牛樟枝 以太空包培养的 一两药价四到五千元 断木培养一两药一万 如果是野生牛樟枝 曾喊到一两十五万 台中一家生计公司 搭上山老鼠倒伐牛樟墓 最扯的是还正义凛然 条列出员工守则 坐监犯科 为非坐逮者不以聘雇 52岁陈姓生计公司老板 员工守得理 坐监犯科为非坐逮者不以聘雇 自己却违法倒伐林木 只是没想到大陆买方不是货 居然把牛樟菌当发霉 上头有的都长了牛樟枝 这可是有森林红宝石之称的珍贵洋生品 却被退回来真的是亏大了 我们看到 为什么山老鼠抓不胜抓 不断铤而走险 因为这是暴力 对 所以賴桑 是 你很重要的这是牛樟木 上面已经在长牛樟菇 没错没错没错 你敢来说一下 我们不太了解 这个菇哪有这么大片 这就是我们賴博士所执行的 这个就是 这个是木头是以前我们在921之前 就已经跟林约琪标售的这个木头 这个是牛樟木 这个是牛樟木 为什么弄弄 它现在是直径的 现在直径的 我说明一下 好好好 这一边 这个 都是牛樟木 对 那一边是另外一个木头 那这个是本来没有直径的木头 有牛樟木 所以这个是本来我们一般人看到的木头是这样 是这样 没有直径 没有把菌种接上去的 没有直径 直径 没接着困 没有接困 这是接困了 所以接困了 软软软 他现在 好像破裂弄 没有啦 那外面都冲屎 都冲屎 这是菌丝 菌丝 对 菌丝走到差不多以后 它会产生菇 所以菌丝之后才产生菇 这是牛樟菇 这是差不多 这很仅仅 差不多兩年 時間啦 人家很困難 才會產生幾乎兩年 這算很快 這是已經... 這已經比較成熟 炒起來 採收的 採收的 所以這是牛樟菇 牛樟菇 對 牛樟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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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三鐵 這是... 這都是一隻小鐵 它含量非常高 那就還在提煉嘛 對 還提煉 牛樟菇是長這樣 要經過廚師 我從廚師到現在第一次說 平常有辦法 一般說是有森林莊的紅靶石 森林莊的紅靶石 所以說它的價值和紅靶石一樣高貴 這怎麼會成這樣 所以它那個菇 各種形狀都有 都有 也有這款 有的是比較騙狀 有的球狀 也有比較騙狀 對 這個球狀 也有像太高型 也有球狀 對 球狀很弄 對 對 我請問一下 聽說這很貴 對 這一顆差不多要多少 這幾顆 算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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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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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的成分很高 它那個質地非常... 非常好 不怪它三老鼠 抓不完啦 對 抓不完 真的爆利 所以這是它目前正在生長 這怎麼照顧 這個... 你現在就是說 我們足晉 要控制 它的溼度 溫度 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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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緝都要 因為我們生物 三個條件一定要 第一個就是... 陽光空氣水 要有 空氣 你不可以去 你也不會鬆軌 這就是我們人工的對不對 對 如果是壓性的 壓性更加快 你剛才說這個... 一顆差不多要三四萬塊 這是人工養殖嗎 對... 壓性的不是嗎 差不多 差不多 這是壓性的嗎 這個朋友原住民採起來 這差不多十五公斤 十五公斤 這個... 這個的話... 這個壓性是幾何粒嗎 沒有 它的一塊 叫戰狗 一塊這麼大顆 對 差不多十五公斤 這個台灣最大的 這個十五公斤 這個... 人民幣率... 賣差不多一千萬 那是不是新台幣五千萬 四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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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五千萬了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報人民幣 是賣到大陸了嗎 對... 沒有... 在大陸來賣的... 來發價的... 說一千萬了 因為這個台灣人買不去 都是... 十五公斤 這就是壓性的 是... 所以壓性的價值是 人工養殖的大部分以上 差幾個月 差幾個月 對... 這... 說實在... 牛章麵是... 所有都是補的對不對 是... 不是只有牛章菇 牛章汁耶 這茶也很香耶 一滴眼就... 你給我評一看 很... 有一種清香的味道 有的清香 很夠好味耶 再來... 這個味真的... 聞了之後心情很好 這個是我們平地章 這個味道就比較濃厚 沒有清香 你給我評一看 這是我們平地章 又有分平地還是高山的 對... 平地... 平地章... 這個沒有什麼價值 平地章沒什麼味耶 農作張腦圓的 有啦... 有啦... 就張腦圓的這種 對... 味道很濃厚 我說實在還是這比較好平 這比較香 對... 而且很自然的那種清香 對啦... 就是淡清香味 好好平的 這... 這是高山的 是... 這個睡覺就是要吃一下 我們的牛章菇就是要吃這種東西 它也會經吃了 對... 我們怎麼分辨 這是平地的嗎 這是高山的 怎麼分辨 一般分辨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 我們看葉子 葉子 葉子 這是牛章木的葉子 不是... 這是平地章的葉子 這是平地章的葉子 這是牛章的葉子 平地章也是牛章木啊 不是... 那個是章科的 喔... 平地章不是牛章木 這是... 這是章科 章科 不同種 有很多人說這是牛章木 其實不是... 不是... 對... 這...你看... 蝦還是這樣 蝦啊... 這個...背面 背面 弄這樣... 比較無... 你看看...無無 這個... 無章的就是光亮 它... 人家... 這個葉子這麼小 會不會這麼大啊 也許... 葉子大小是很難講 不一定喔 有的大葉章也是蠻大的 也有大小的 對... 這也有大小的 所以看大小沒準 這就是... 最重要的是看... 背面... 背面它是很光亮 這木... 這木... 所以有章科 好...來好... 觀眾朋友看一下 所以... 真正的牛章木的葉子 背面是很光亮的 我們來看... 這個叫做... 平地章 但它不是牛章木 所有種... 各種種都是這樣 這個是無無 因為它也有一點香味啦 有可能... 人家會騙的 騙的騙起來 所以聽說... 牛章很多 外面很多人在吸睛 詐騙很多 怎麼...